我幫你試試 OK 好 Hi 真的Live了 肥仔這次是真了 真了的 肥仔幾時都是真了 經常都是假的 我們本來今晚有 Waiting for ForumHK 蛤? 是不是的?為什麼我不行的? 聽眾們給我一點反應 是嗎 聽眾們給我一點反應 是嗎 是嗎 好了好了我唯有信你了 十二個了 OK 真的有 真的有 今天本來有 肥仔病了 我們先問問他 我們廣大的聽眾 他的粉絲很愛他的 是愛他的程度 是叫其他人不要發聲的 是嗎 很誇張 這樣就不是言論自由了 如果是這樣 肥仔自己做節目 他又有他的 勇等 當然 剛剛最近 我看你的Facebook 有一個講 琴姐 就說言論自由 穿和服的琴姐 穿和服的琴姐 為什麼這麼兇啊 她不是兇 她在喊我 繼續 那她的琴姐說 如果言論自由沒有限制 就不如移民 走 不要在地球居住 是啊 全世界都有的 如果不想言論自由有限制的話 就應該考慮一下地球是否適合她居住 嗯 那我就覺得這個說話 有一點偏頗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言論自由有限制是天空地道的 是 問題是誰去限制 媽媽是女人的道理 做什麼要限制 有些地方 為什麼言論自由的限制 會鬆一點 有些言論自由的限制會緊一點 是誰去負責限制呢 是啊 那在 還有怎樣限制呢 怎樣限制呢 怎樣執行限制呢 是的 這個反而重要 是啊 大家知道一定有限制的 嗯 講古老的時候呢 古老的時候呢 是專制的政體 嗯 那時候呢 譬如西方呢 就政教合一 嗯 在這些政教合一裏面呢 言論呢 是你說什麼都好 你不要講到一些地方 一些area 是那個教 無論什麼教 你不要挑戰神權 是不要挑戰神權 你不論你是回教也好 你是夜教也好 你千萬不要挑戰 他講的道理 是的 那麼 教和無誤論 教和無誤論 聖經無誤論 是的 那麼問題就在哪裡呢 問題就是 他那個是不是真理呢 嗯 是不是那個自由 是有限制的 當然他有限制 他是限制了一些呢 在他那個權力範圍之內的 所有呢 他權力範圍之內 他限制到的東西 都限制了 嗯 比如很簡單 我們講的 Bernard 或者卡利略 是 他兩位呢 科學家來的 這個是 波蘭的科學家 一個意大利的科學家 是 他呢 體會到呢 這個世界 原來呢 是地球 環繞著太陽轉 不是掉轉 不是掉轉的 嗯 那麼這個呢 其實呢 都幾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地球裡面 真是看不到外面的太空 你不太知道 你不太知道 看到地球環繞著地球轉 只有他看到 是的 其他人又看不到 看不到的 那麼怎麼證明給別人看呢 是的 你說科學的證明呢 他們不信科學的 是信聖經的 就是等於一個人 只有他看到鬼 其他人都看不到 嗯 他怎麼可以分辨別人 這個世界真的有鬼 是的 沒錯了 所以呢 所以他說 加利略或者Bernard說 嗯 或者哥帕尼說 嗯 地球環繞著太陽轉 嗯 這件事呢 這個言論呢 就變成二端 二端斜雪 二端斜雪 嗯 這樣很危險 為什麼呢 二端斜雪呢 是可以判刑 死亡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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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燒 在火燒柱那裏呢 嗯 直接當你肉那樣燒死 是呀 就是韓式烤肉那樣 是烤肉那樣 但是變成是古代版 中世紀版 是的 烤肉 而且呢 而且給你一個很不名譽的罪名 你是一個巫師 嗯 你是一個魔鬼 嗯 死而無怨的 嗯 死有如辜的 死了都不用上天堂 死了一定不上天堂 嗯 嗯 死有如辜 嗯 就該死了 該死的 全世界都看著你死的 嗯 那麼這件事呢 言論是否自由呢 當你說自由的時候 是否有限制呢 當然有限制 嗯 這個限制就是誰定呢 教會定 是啊 有權力的皇帝定 主教定 當權就一定 當權定 嗯 那麼這個是不是一個公道的 嗯 定立的 自由呢 嗯 那麼我看現在看回頭 就是用這些例來看回頭 就是 沒有法子接受 現在的人都沒有法子接受 同樣呢 但是港獨現在是否都是不可以接受呢 所以呢 有些校長呢 大校長呢 講到一個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就說 基本法呢 基本是 第一條已經講了 這個是中國地方 是 是 你不應該講獨立的 不應該鼓舞獨立的 但是呢 作為一個 題目 就是社會的詠題去研究呢 也沒有理由不給的 也不准的 就是等於呢 當年 如果 教會 說 有人去研究 是不是這個世界 有沒有上帝無神呢 你說一研究無神 就是二端呢 我看呢 這件事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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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權 是啊 所以呢 在學術上 或者在 這個 社會來研究 一個 香港 是不是一個 港獨 這個可能性 或者有沒有一個 這樣的可能性呢 我覺得 是 準應該研究 你不應該鼓舞 或者一定要 要 革命 要推翻 現在這樣的 一國兩制 或者國家統一 這個 這個觀念 但是你說 連研究 連體會 都不准呢 我覺得 比較專制 幾個層面 說 第一 就是 鄰近地區 很喜歡 外交部 這個 Rubber 部 很喜歡 走出來說 自古以來 譬如 香港 就是中國 領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但是 問題 就是 是否自古以來 是這樣 將來 必然 又是怎樣 呢 譬如 舉例 羅馬的版圖 在羅馬時期 就是這樣 前期 和後期 又不同了 是吧 到現在 完全沒有了 這樣 那是不是 其實反而 就認了一個 三國演義 那句 天下大勢 就合狗 必分 必分 分狗 就必合呢 那是不是 這個人的意志 能夠左右的呢 不能夠左右的 是啊 那秦朝 秦一世 秦子王的時候 是吧 那他是不是都想著 自己這個王朝 十五年就死了呢 這樣 還是原來 他沒有想過 但都發生了呢 嗯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可能性也有 但問題呢 你說 是不是 而這些這樣的看法 都是禁錮禁止呢 那就似乎 是一個 很專橫的說法 嗯 那麼 當然 我們知道 凡是一個統一國家裏面 都很忌忌這些東西 是 是 很忌忌 分裂的 嗯 即使是在文明 現在在英國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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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就快要公投了 是啊 加泰隆尼亞 加泰隆尼亞 10月 好像要有公投了 西班牙政府都不肯的 他們都會吵的 如果那些人派傳單呢 是啊 都不喜歡的 是啊 都不喜歡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會 說討論都不能討論呢 是啊 沒錯 你想想如果呢 加泰隆尼亞 是從來不准討論的話呢 他何以能夠製造公投出來呢 嗯 必定是經過一個討論的過程 嗯 跟著才可以付諸實現的嘛 嗯 似乎呢 西方國家對於討論這件事呢 是比較開明的 嗯 因為他覺得 就說你討論了 你會不會付諸實現呢 嗯 還有很多步 是啊 很多步 但是呢 鄰近地區似乎只是說都不讓你說 好像我小時候呢 媽媽呢 以前不會說很L什麼的嘛 嗯 小時候不會說粗口的嘛 是吧 那麼呢 只會說 嘩好鬼大隻啊 嘩好鬼靚啊 這樣呢 我媽就不可以說了 鬼的不可以啊 不可以說 我媽就打的了 是嗎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說鬼就會惹鬼 哦 是啊 可能鄰近地區好像我媽那樣 就是 學術水平差不多了 都認為呢 就是說 講港獨呢 就會變成真是港獨 嗯 可能是這樣 這個呢 就在封建時候呢 就王權最強盛的時候呢 都是不能夠說的 嗯 就是 如果我們是清朝時候 你不能夠說反清復命的 是 天地會 你不能夠說呢 現在呢 漢人的社會呢 驅逐 是 客子 客子 這些呢 就變成作犯了 這些作犯呢 在法律上 真的有法律的 嗯 法律上呢 就是 朱九族的 分分鐘呢 明朝 朱十族 連老師那族都 都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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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王族的一派 是 這個 拿了這個權利之後呢 他不會 分享 跟其他人分享 嗯 其他人呢 只多給他封王 不能夠 佔據了他這個權利 是 現在呢 我看呢 但有分別 我們又說一下分別 古代的時候呢 就有家 國 跟著到天下 嗯 家就是每個人 譬如姓劉的一家 嗯 姓陳的一家 跟著 死肥仔的一家 這樣 是嗎 姓陳的 是啊 那很多個家 就組成一個國 是 是 所以那時候七國這麼亂 因為呢 譬如楚國齊國 最左眼 是的 很多不同的國 那所有的國組成 就是為了天下 其實那天下 怎麼說是今天的世界呢 嗯 你都可以這樣理解 那但是呢 整個天下呢 就為天子所有 是啊 就是他 莫非黃土 莫非黃土 率土之彬莫非黃土 是啊 就是說呢 你眼見的地方 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 是他私人的產物來的 嗯 包括在上面的農作物 植物 財產 礦產 什麼都是 什麼都是 人都是 人都是他的子民來的 是啊 所以在他的一聲令下 又決定你的生殺之大決 嗯 但是 今時今日 似乎鄰近地區 說 就不是這麼說 這一個國家呢 是屬於 某位 Winnie the Pooh的一家的喔 是不這麼說 但是實際上 是黨的一家 是 是 因為呢 第一條規定就是 全個國家 就是 一黨專政 嗯 是不能夠有第二個黨的 是 那就是說呢 換句話說呢 你在這個 本質上呢 他就是和這個 家天下呢 是 不是一樣 這個呢 更加明顯呢 的做法呢 說到 畫了公仔 畫了腸出來呢 就是北韓了 是 是 北韓呢 這個 北朝鮮呢 金屎 最出 最明顯了 由他最早的爺爺開始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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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呢 他的政權 是要保持在 他家族的權力底下 嗯 那這個心態呢 就 似乎 在中國 本來都是 的 但是呢 幸好呢 毛主席的大兒子 就 刮老臣 打仗子 犧牲了 犧牲了 即是多謝那煲飯啊 是 如果不是 小兒子呢 又不是很爭氣 是 又有些問題 嗯 否則呢 我想他都是加天下 肯定啊 他都想加天下 那我們掌重 都是加天下 加了兩代 是啊 交給兒子 京國 京國想交給兒子 誰知道兒子不生的 但是你知道京國不是親生的嗎 當然 是 喂 韋國不是親生 京國是親生 但是京國呢 是俄羅斯 是血統 是血統 但是問題呢 都是想交給自己的 親生子女 是中國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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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看一下 有錢人 香港的有錢人 哪個有錢人 不是把自己的身家 性命 交回去給兒子 打理 他不管你後面 打不打理得好 但是仍然呢 中國人的思想 就是家族 建成權力 不是繼承財產 是繼承權力嘛 嗯 現在呢 你說是不是繼承權力呢 絕對是 因為權力和財產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啊 有權力就有其他東西 一看兩面 是啊 這些人呢 估計十九大 就是一個定案 將國家領袖 定案 成為終身 終身制 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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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 有人這樣估計 是不是這樣呢 噢 我就不知道 是 但是你看看 旁邊那個 有否一個走勢呢 旁邊那個叫做 俄羅斯 普京就是這樣了 是 普京就是這樣了 是 普京就普成勢了 普京就普成勢了 所以 會不會交給自己的親屬呢 我就相信 有很大可能性了 嗯 是不是 當然是這樣 這樣 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問題 所以呢 所有的 言論 包括行為 都有一個人去管制著你 嗯 你不能夠那麼容易 有 真是絕對的自由 這個說話 一定對的 這個媽媽女人一定對的 是 問題就是 就算是有限制的 誰限制它呢 怎麼限制它呢 如何方法限制呢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問題 後面呢 就說什麼限制 怎麼限制 而不是說 又沒有限制 一定有限制的 如果我的言論自由 那自由是沒有限制的 我這個言論 是不是可以 這個自由 是不是可以 蓋上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呢 是 那如果 如果 刺官是一個大有錢人 那你的說話 一言九鼎 你的力量特別重的時候 是 你可不可以 蓋上所有人呢 是 你不能夠蓋上所有人 所以他本身 言論自由 一定有限制的 嗯 問題就是 如何去規定它 如何使它 限制受到約束 而呢 是不會過了份 去侵略別人的自由 這個呢 反而是最重要 這個保障 是保障 大家都有均等的自由 沒錯 這個最重要 而不是由於你的身份 地位 財產 或者甚至公權力 賦予你有更大 比起人家更多的自由 而你是 用你的自由去剝削 其他人的自由 那這個呢 如果這個自由是這樣 是無限制 沒有一個邊際的 規定呢 那你的自由就會變成 專制暴力 是 因為到頭來 你都是用力量 去限制別人的 那這些力量 普通力量是做不到的 一定會做 是 要動用到武力的了 是 動用到暴力的了 是 所以呢 他講的說話是沒錯 但是問題 就是以偏概全 偷換概念 偷換了概念 是 就騙了別人 以為 他講得對 實際上呢 再想深一層 他的 他的 說話的中心 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是不是這麼容易呢 事官啊 你只是讀哲學而已 很多人 大部分人 不是讀哲學的 他怎麼會分到呢 是不是 那就需要我們說出來 是的 需要說出來 這個 言論的自由 不止是言論的自由 行為自由 都是有限制 其實很簡單 譬如朋友之間 你可以暢所欲言 因為大家是朋友 有交情在那裡 如果你的說話是冒犯了別人 是的 沒錯 即使是朋友 他可能不會出封律師信給你 他不會告你誹謗 這樣 但是 你的說話 必然會有他的代價 是的 他必然會有所謂的 就是他帶來的後果 就是說 你講的說話 每一個說話 言論自由 背後 他都有他的代價 即使朋友 即使親人 只不過親人的buffer 可能會大些 他對你的包容會大些 容忍到大些 是的 朋友可能真的一言不合 可能就沒有了朋友做的 但是 在一個不是在親情 或者友情這個框架底下 的言論自由 受的規範 就是法律的規範 但是 那法律規範 現在 是不是 要依照人的起戶 當權者的起戶呢 或者他的利益 他的利益 而有所變化 這樣就要想了 這個不只是言論的問題 這個推而講之 是行為的問題 都是包括來的 即是說 一個人有沒有自由 當然人現在這個世代 就是一定希望有他的自由 有他的自由 相對於古代 是沒有他能夠意志上 能夠想做的事情 就做得到 他是不能夠 一樣樣跟隨某一個人的意志 某一個人的觀看來做 現在是跟隨自己的觀看來做 但是跟隨自己觀看來做 當然有他的限制 首先第一個限制就是 他不能夠侵犯其他人的自由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即是說 你能夠行為自由 你可以隨便殺人嗎 當然不行 你隨便殺人不行 你隨便打人不行 你隨便殺人 你不被人抓到就行了 你隨便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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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說 為什麼大部分的國家 都容許宗教的存在 宗教規範 道德規範 以及這個社會的 傳統價值觀的規範 因為這些其實是幫助社會維持的秩序 因為舉例 就算我在荒交野外 見到六八九 我知道我堆壞了他 跟著根本是不會找到的 因為那個是一個 不是香港 總之某個地方 荒交野外 只有我跟他 而那時候我拿著利器 我知道我堆壞了他 我找些樹葉埋著他 這一輩子都不會見到 但我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我不會呢 是因為我有宗教規範 因為我相信因果 有社會的規範 有法律規範 是的 法律規範 那時候我可能會 我會得到的 例子就是 如果我和六八九 在美國 一個叫做 Apalangia Trail 一個很出名的 行山徑 是找不到的 總之你不會找到人 如果沒有人知道 你在那裡 你死都沒有人知道 那如果我在那裡 撞到他 我知道我堆壞了他 我可以自我 踏到飛機回到香港 沒有人會找到他的 沒有人會知道 是我做的 但我法律上 我可以逃得過 但是法律規範 我可以逃得過 我很有信心 捉不到我 但是在宗教規範上 我逃不過 你逃不過 是的 宗教人的良心規範 也逃不過 還有是道德規範 道德就是說 可能我過到自己的關 可能我覺得我為民除害 是不是 搞定了 不用有個大灣區存在 不用迫我們北上 但是即使我過到法律規範 道德規範 我未必過到宗教規範 所以越多重的規範 其實當然你會覺得 為你的自由少了 但是同時能夠更有效地保障 這就是秩序了 剛才你說了 關鍵詞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人 他生活都有秩序 舉個最簡單例 我們為什麼會 這個世界發明了 有紅綠燈 有交通燈呢 就是因為 如果你建設了道路之後 沒有一個交通的燈號 是管制到那個交通的秩序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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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那些人自律 每個人都想自己的車最快的 最好的 人家各個讓它 那麽呢 只要有兩 大地任你行 是的 大地任你行 那麽呢 真是要 麻煩你要遷離這個地球 是的 你愛太空任你行 是任你行 因爲沒有秩序 沒有可能 你不殺生意外 所以呢 一定有秩序的 但不是等於 你是沒有自由 你有自由 你的自由就是要 你要遵守秩序的自由 是 和不遵守秩序的自由 和不遵守秩序的自由 沒錯 你在裏面選擇 是 你選擇了之後 你是一個文明的人 你一定要選擇 有秩序的自由 有秩序的自由 不是等於 你什麽東西都要跟從了 有時後面有個跡撞 難道你不逃避嗎 你也要逃避 你也要逃避 你也要在紅燈底下 你也要希望逃脫了這個 這樣的衝撞 所以呢 秩序或者規範 是應該有的 問題呢 是誰定 以及為了什麽去定 是為了什麽去定 是為了公眾的利益 而去決定一些規範 如果不是 是為了私人的利益 或者是為了某一些人的利益 或者是為了某一些人的利益 或者最早我們說 規範呢 這些呢 就不是一個自由規範的原則來的 它是一個 只不過是利用了這些所謂這些規矩 或者這些規則 去完成它那個權力的掌控 這樣東西呢 變成是專制 但是現在我們沒有辦法不接受 似乎是被強加珠在我們身上 那麽問題呢 就是很多種方式處理的 有些是可以容忍 有些是應該反抗 有些是應該 畫面停了 很多人都說停了 朱啟宗 我停了 WYChain1967 聲音正常畫面停了 Lion何歲 畫面是否停了 是停了 我都停了 這間會停了 是呀 這裏又說停了 是呀 我畫面停了很久了 是呀 你畫面是否停了 是呀 你畫面是否停了 肥仔我盯著看不知甚麼 看女兒呢 跟著呢 再結束了 開始了 OK OK 始終我們再來 是呀 再來 因為中間是停了一些的 真的對不起 這個技術上呢 有她的阻礙了 我們一發現之後呢 立刻就要安排過 重新來過 我經常看著電話的原因 就是因為呢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停到 很多聽眾呢 我之前都已經講過了 很多聽眾不知道呢 可能她不聽慣網台呀 或者她沒有試 可能平時只是聽聲音 沒有看畫面 她不知道為甚麼 喂 你這個主持人 這麼分心的 你經常都拿著電話 你好像沒有心做節目那樣 其實不是 因為如果我不看著呢 我們停了不知道 是的 我們一直在講講講 很興奮 講到投契 接著很投入 但原來呢 停了 聽眾聽不到 聽眾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她跟我們說 我們完全沒有看 不知道呢 那就變了 你們就 空白了 所以呢 就一定要一直看著電話 包括你們的留言 我們都看到的 好嗎 是的 對 那剛才呢 我們講了一個主要的關鍵呢 就是 究竟呢 這個限制 或者這個管理 管理 是出於甚麼的心呢 是只是為了 一小撮人的利益 或者她的 維持的和平 維持的穩定 維持她的權力的運用 還是為了呢 全部 大部分的人的利益 來施行一個管理呢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如果不是呢 只是為了一些小撮人 或者小撮的組織的利益呢 那這種管理呢 我們就只能叫她做專制 是 只能叫她做一種呢 強制 或者是 加諸別人身上的 暴力 小撮人 我想問你 你認不認為中國人 是習慣了被人管呢 看看怎樣的觀念 譬如呢 在先祝儒家呢 他 由漢朝開始呢 就獨尊儒術 是 獨尊儒術呢 其實這個東西呢 是違反儒家本來的觀念 是 譬如最可患之外呢 稍等一會 肥仔你有沒有分享到 去FORUM的FACEBOOK 沒有 他說呢 因為 人數差了很多 做了頭 我已經分享到 因為人數 剛才是 現在是剛才的十分之一 是啊 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 還沒回來 還沒回來 OK 好 很多時候呢 是 民為貴 軍為卿 這個是儒家很早的觀念 遙迅時候就是這樣 儒家 孟夫子也是這樣說的 但是呢 現在呢 很多時候呢 因為他用來鞏固了 一個王朝 尤其是漢朝 董仲書之後呢 他要鞏固一個王朝的利益 是 剛才我講的是少數人的利益 而且呢 這個是家天下的利益 是一個家族的利益 所以呢 他這個所謂管理呢 或者是儒家呢 作為一種管理的規範 你呢 第一 要服從 服從什麼呢 服從的尊備 即是軍臣父子 就算兄弟夫婦 都有尊備之分 是 一有尊備之分呢 其實後面 左藏著那句說話 蟬台詩就是 你要絕對服從 是 是 君要神死 神不能不死 是 父要子王子不能不亡 是 老公幾有妻 老公要你的妻做任何事 你都要聽錯 是 包括他的立妾 是 不知道 是 很多事都是 總之呢 一定是有尊備之分 這個尊備之分呢 本來 是應該 道理來決定 現在不是 用了他的身份來決定 沒錯 那就簡單化了 是 簡單化和專權化了 專權化了 專權化了 就變了 後面 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 這個習慣呢 就是管理 剛才你問了問題 容易管理 容易管理 因為服從嘛 是 所有呢 打仗的軍隊 一定第一件事 要服從 要服從 不是他打不到仗的 是 將軍叫你的兵去衝 你說我不是我怕死 那你去衝 那你打鬼仗 沒有仗打的 不用打的 還有那些行軍調仗 那些 裡面那些戰略 不用用的了 是啊 沒有用的 以前就是說 那些將軍叫你去死 你就一定 沒有代價 所以 這個呢 習慣了之後呢 在這個 這樣的氣氛下呢 經過 由漢朝一路 到 宋元明清 尤其是明清呢 更加 將這些 軍主集權 去到很極端化 就變成 中國人呢 很多 是 喜歡受管理 喜歡聽從 因為這種這樣的 意識形態 已經影響了它 深入民心 是的 但是西方呢 有個好處 因為呢 在中世紀的時候呢 大家知道 正教合一 是 當年呢 是搞到呢 我們現在都給了個名字 叫做黑暗時代 那時候 那時候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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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那個 王權 它兩樣東西 一夾了之後呢 都說了事 只要 裏面 有一個 有一個 宗教裁判所 它的權力 大 民間法庭 他說 你是巫婆 沒有的了 那你沒有了 他隨便在身上 找到你便可以了 那就是證據 就是 撒旦的印記 是的 然後 用酷刑逼供 什麼都說 是不理的 還要你說出十個人 是 肥仔 肥仔是 肥仔是無私 那你就死了 那又到他了 又到他了 就走去 又要攻十個人出來 是 不要堆住那些水 堆住那些水 堆住那些水出不了的 那你想想呢 那個 多麼殘忍 和多麼不霍呢 但是經過 西方的 所謂 是 文藝復興 和理性時代的開狠 那變成了 人呢 漸漸都覺得 原來這些是失了理性的 是荒謬的 是荒謬的 然後 之後一個新的 enightment 的年代出來 哲學才開始慢慢解放 人民的思想才慢慢解放 當然 不是解放了 還漸漸地解放 所以不是所有西方都是好的 有些地方到現在 還是很落後 和很專橫的 所以這個世界 中國有一個問題 就是 雖然它很古老的時候 有一個民主基礎 但是中間 很古老 是軍主專制的時候 這個專制的時候 也會限制到我們很多思想 很多想法 是完全是服從性的 是服從這個這樣的等級 這個等級就是說 還有專卑的觀念 當然 你再想想其他國家 其他地區 比如印度 更加激 更加激 她的總性 你那時候跟我說 你說 沒得爭 那個女性 肥瘦都不是由她決定 都要由丈夫去決定 她的肥瘦 還有總印度總性 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是因為他們不認為 這個制度是人定立的 他們認為是神定立的 因為他們當年 很久以前 有一個將軍 叫Krishna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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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這套制度 這是神 他們認為 Krishna不是一個人 是一個神 是一個彼仙奴 Vishna的化身 十個化身之一 沒錯 所以十二個化身之一 所以 還要最出名的化身 所以他們 不認為 這個是人 他們覺得是神決定了 所以 你不能推翻 不可行動 不能夠推翻她 是的 所以這個總性制度 在那些人的心目中 變成了一個 必然的 誰叫你生在奴隸的總性下 那你就踩到人 拍都錯了 是啊 你不是一輩子 你只能夠做那種工作 那種苦力 而你如果想脫離你的痛苦的話 你就必須要今生人 任勞任怨 是的 那你死之後 是可能 是的 得到更好的頭生 但是provider 你今生今世 就沒得變的了 都不 任勞任怨 是的 這個呢 也有可能 也是中國人 成績表 是死後才有的 是的 這個也是可能是中國人的 古時的封建制度裏面 最殘忍的一方面 即是說 如果你是視龍工商 你是一個耕田的 如果你是沒有機會去考功名 去upgrade你自己的身份 你永遠 永遠 你永遠都是在一個不能夠自主的被人管理的階層裏面生活 直至到你生兒獄女 都是 是的 但是中國的制度 視龍工商 我們講的古代 起碼你有一個捷徑 是有一個捷徑 有一個出路 就是考取功名 你有機會給你考 沒錯 你的十年寒窗苦毒 是的 即是你的父母 心敲心屈 搬到這樣的錢 塞到你去的私屬 或者找到妓女贈金 都可以 是的 都好 不要緊 總之你可以入到私屬 入到博博齋 先生肯收你 肯教你 你還有機會 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 去脫離你現在的社會階層 向上流動 是的 但是問題是 你在印度是沒有這件事的 是不可能 除非你脫離離開印度 你去外國 你去外國 那外國人看 他分不到 他是 那四個總成 裡面是哪個總成 是的 那這樣就有機會了 即使在西方 古代西方 你都是很困難的 你是那個 不是總成 你是那個階級 你是農莊的莊主 或者你是貴族 你永遠都是貴族 是 那我沒有什麼人嫌棄的 是 但是你是農勞 或者你是手工藝 你永遠都是手工藝 除非是經過有不同的革命 有不同的鬥爭 洗牌 洗牌 不洗牌 你永遠都是這樣 真可憐 你是不可能識字的 以前是不會教識你文字 是不會教識你禮貌 不會教識你一些儀態 是因為他不想你 簽約了你自己階級 是 你是永遠保留你自己階級 還有你要明白 即當權者 是to their best interest 我們叫做 就是keep you stupid 是的 你越蠢 他越容易管你 因為你蠢 你分辨不了是非 他講什麼都行 都是get away with 是的 為什麼西方有這個言論自由 我說回言論自由 就因為有這些後面的背景 有這些背景之後 發現原來是第一件事 禁制了你文化的傳播 又禁止你說話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全部禁制了 要跟隨著那個奴隸主 或者他那些封建主義的 有權力的人 所主使的行為來做 那麼現在呢 這個世代已經轉變 就覺得你是應該有一個自由 是準備 是准你講出你的言論 講出你的思想 講出你想到的東西 這些呢 是應該受到一個保護 不是受限制 是受到一個保護 沒錯 現在呢 他是從限制那裡來講 但是呢 實際上言論自由 應該從保障來講 是 在保障你有這件事 保障你有這件事 保障你有這件事的同時呢 當然他是有限制啦 但問題呢 怎樣去保障你更好的言論自由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限制你 什麼什麼都不能說 或者什麼什麼都不能說 所以呢 沒有保障的自由呢 這個呢 就真的應該遷移到世界 沒錯 所以這件事 只是單方面講 不是綜合來講 變成是很偏波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這個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最怕豬一般的隊友 或者是傍友 那為什麼我們說這個 就是憲勢派 就是建制派 就是他們往往 他們的人馬 就是一些 受人質疑 就是說不論他的學歷也好 他說話的內容也好 都受人質疑 那我們就說 喂其實 是不是討論都不能討論呢 如果我討論 到底港獨能不能討論 是喔 現在不准討論的 那只不過是一個討論的題目 我是一個哲學的角度 或者是一個 社會學的角度 用不同的角度去討論這件事 可不可以被討論 其實 如果這件事 你說不行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被立例成為一個不可討論的一部分 將他刑事化了 就是說只要一討論港獨 港獨兩個字 一宣於口 即成為刑事案 這是唯一一個導轉 來討論的預定 但是 你看回英國 早幾年 包括現在 中聯辦的新主任 黃主任 都說 地球上沒有一個地方 是准許 討論港獨的 是的 但是其實 如果黃主任 有留意新聞 可能因為經濟新聞封鎖的關係 他可能失敗了這宗新聞 較早前 兩三年前 蘇格蘭是搞了一場公投 是的 九一八 是的 當時 英國首相卡梅林 金馬蘭 他是知道 他也有呼籲 蘇格蘭的人民 不如留在這裏 因為如果走了 就走了 回不了頭 如果你不喜歡我的話 你下一屆 你不要投我便可以 是的 他是甚至這樣說的 你看到 英國對於他的屬土 對於他的國土 並沒有 好像現在鄰近地區 是說不能討論 甚至容許他討論之餘 付諸行動 進行一個公投 嗯 這個曾經 使用另一個公投 就是 蒙特利爾 那個 Qubek City Qubek省 在加拿大 這個 灰北省 也是一個公投 要脫離 對於法屬的僑民 其實他跟英屬的僑民 是有很大的不同 是啊 他因為他是講法語的 雖然他的法語是古法語 不是現在的法語 即是你去到法國 聽到有不同 聽到有不同 他是古時的法語 但問題是 在當日公投之前 是相當廣泛性討論 是 當然有人攻擊 這樣是不好 但也有人說 這樣會更好 問題就是 為了那個地方 的長遠利益 大眾利益 而在這個角度來討論 而不是為了統一 或者某些人的私利 或者黨的私利 或者小處的人的私利 來決定 所以你剛才說 蘇格蘭 或者西班牙 現在快要進行公投 都是在講一些這樣的問題 是有絕對 容納到討論 即使 我告訴你 最可怕的討論 是當年 這個 所謂那個時候 叫誓反派 誓反的教會 這個就是馬丁路德 不是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 在十六世紀的時候 他覺得教皇 這樣有一種叫熟罪卷 雖然 熟罪卷 你不能夠全部證明 他入了那個袋 他用來的名義 是建聖比德大教堂的 但是呢 在整個教會 和在 就算在聖經裡 都不可能 有一個給錢 入天堂 入錢 給錢上天堂 是不可能的 世俗的錢 和那個 神聖的天堂 是兩件事 掛不到勾 一樣 他是 做出一些 反對的言論 他把59條 釘在教堂那裡 來訴說他那個 要求 和改革的 決心 這裏 當然他被人驅逐 他是破門律 趕他走 但是呢 後世 就變成一個新的 所謂耶穌教 基督教 整個言論 就是後來 一個新的宗教 的起源 如果你那時候 是一個 什麼的 專制呢 他可能被人捉了 是二端邪說 想捉他 可以是火燒的 可以 他走得掉 他走得掉 他幸運 要不然 可以 五馬分屍 其實那時候 中世紀時候 教廷的力量 這麼大 是的 他的確是有派出殺手 是啊 你想想 你記得人害怕 所以 是不是這個 言論自由 一定是保障到一個 完整的 政體呢 看了很多 就算共產黨 當年 要推翻國民黨 腐敗的統治 都是一種言論自由 那偉大主席毛澤東 都說要 湖南自治 湖南獨立 是的 沒錯 他都 一直在討論 要革命 是不是 後來 副諸實行 怎麼會不是 怎樣 討論 都是罪惡 沒有這些討論 如果是這樣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應該成立 是的 不應該存在 他成立的前身 都是一個 突破了言論的限制 的一種行為 那會不會 因為他當年 就是透過 突破了言論的限制 所以 付諸島實行 所以 今時今日 他這麼害怕 別人討論 因為他知道 自己曾經 用過同樣的方式 成功 那我就另外一個想法 如果你是公義的 你是正當的 你是為了真的長遠的利益 就不怕別人討論 為什麼呢 你爭極 爭來爭去 就算你公投 你猜蘇格蘭公投 918封投 成功嗎 成功不到 灰魄要獨立 公投 成功不到 說了 客問說了 現在你就是 事故有分別的 怎樣分別 因為 蘇格蘭 他脫不脫離英國呢 那個是英國 英國是多黨制 英國是西方社會 最早有民主的國家 是不是 跟著你講 加拿大 灰北黑 和加拿大 他亦都有個多黨制 政黨輪替 以及有民主自由 大家可以透過選票 去決定自己 以向未來領袖的國家 他們面對這樣的環境 投出來說要留 但是如果香港這個地方 真的投的話 我們面對的一個獨裁的政權 Totalitarian的政權 那是不是真的 又會投到留呢 那機會就是 你到底有沒有這個 香港的年輕人 有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你有沒有每四年 就可以投一次票 選一個認為 他的政綱合適的人 去能夠主催你的將來 幫助你有更好的前途 沒有啊 現在大部分的香港人 似乎都對現況比較不滿 走的走 留下的 並不見到 是真的因為真心想留下 而是因為走不甩 所以如果真的 Given這個opportunity 可能真的會投獨立的 你害怕著這樣 不是我害怕 是有些地方很害怕 那如果這麼害怕 就真的自信心都失去了 還有你要知道 你香港投得 那就是西藏、新疆、台灣、澳門 每個都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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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省都投了 然後那麼多民族 56個民族 每個都說要投了 那就是蘇聯瓦解 是呀 就散了 那真的 這個呢 上海最有條件說獨立 他根本就 你不要進來 我們地域主義很強 那就是一盤散沙 廣公散的 是呀 散散的 所以他勉強 蕭公司經常說的 脆性融合 即他無論怎樣 他都要強行綁著這條船 因為他覺得 你強行綁著 你起碼浮得起 如果我拆了那條船 的話呢 就全部變了浮沫 散了 他寧願要 肉碎都不要瓦泉 嗯 又有這樣的憂慮 這個憂慮呢 後面就要看一下 整件事的憂慮 那個重心在哪裡 全憂慮的重心就是因為 他不能夠全部歸回人民作主 是呀 因為歸回人民作主的話 那他就不能夠 一黨專制 繼續加天下 是呀 沒錯 有這個原因 哪有可能就是說 某些高幹的子孫呢 能夠用四億現金在香港 連續買三層樓呢 是嗎 不止 這樣就 是呀 很多就送了子女去別處 準備隨時散了 二十 鬆一點歲 不夠二十五歲的女生 四億現金 是呀 三點八九億 是呀 就一次過送三個單位 現金 是嗎 那你想一下 如果不是加天下 有什麼可能呢 嗯 是呀 沒錯 是呀 那這個問題都很清楚了 是呀 好了 那 今天時間差不多 你呀 最重要是剪回剛才我們 肥仔 交給你了 肥仔 因為我們中間斷了 不好意思 那是不是可以呢 剪回 是呀 擺成為一條片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謝謝肥仔 好 謝謝肥仔 我面前有兩個肥仔 在表演洗澡 和黑眼睡 洗澡 這肥仔在表演洗澡 那就是洗澡 是呀 貓洗澡 嗯 好啦 拜拜 拜拜